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燕珍 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在诗的背景上面 然后画出一些比较随性的双边界层 也就是现在市面上常说的3D彩绘 那我们可以运用评笔 或者是运用写笔来画出非常随性的 可是是有笔法的花卉 那一般来讲 在之前我们学习这种双边界层的画法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都是在干的背景上面画 那在沾色的时候 我们会沾固定的两个颜色 譬如说在画花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是会用红色加白色 然后调出双边界层 在画叶子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用绿色加上浅绿色 然后一样调出双边界层来画出不同的花瓣跟叶子 可是今天呢 我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 当然它的基本笔法的架构还是一样 就是所谓的这种3D立体的间层画法 可是我会在背景的部分 再加入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要怎么做 这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先介绍一下我所使用的颜色 我用的是Heltage的白色 阳光黄 还有暖红 紫红 暗蓝跟黑色 另外还有我也用了一些中间白跟松绿 你这边看到的这个比较深的绿色 其实是我另外用松绿色 加上一些暗蓝跟黑色调出来的 那这里呢 这个颜色它是比较浅的绿 我是用松绿加上黄 跟很少很少的红色 来调出这个浅的黄绿 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去调配出一些 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不一定要跟我完全一样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要先开始来上一下底色 我先沾一下持干剂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持干剂 当我要画湿对湿的剂法的时候 我会用持干剂 加上颜色 颜料要多于持干剂 大家会看到我的背景用的是粉红色 那你们是不是要用粉红色呢 其实不一定 你可以用你喜欢的颜色 可是呢 因为今天我要画的感觉是比较柔和的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在挑选颜色的时候 不要挑太鲜艳的 我们尽量让它柔和一点 为什么我要挑选中间白来当做它的主色呢 因为中间白这个颜色 它其实里面含有所有的这些颜色 再加上大量的白色 所以等于说 在中间白这个颜色里面 它已经有很多其他颜色的因子在里面了 有很多其他颜色它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们很容易让中间白跟其他的颜色 看起来就是比较协调的 所以使用中间白来当做它的算是调和色 然后再掺入一些其他的颜色 比如说下面的地方 我想要让它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叶子隐隐约约的在后面 那我就加了一些绿色 到了更下面这边 我想要让它再深一点 好 下面这里 可是我又不希望它看起来太绿 所以我再加了一点点紫红色 这样就可以让它的颜色比较有变化 像这样轻轻轻轻轻的加 好 紫红色 旁边这里呢也是稍微把它带开 我想要让外面的这个地方 它颜色要稍微柔和一点 所以我一样再加了一些这个中间白 然后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部分 我等一下一定会做处理的 其实很多学生他在学习的时候 他会很在乎这种界线 这个界线我们可以有几个方式可以去融化 一个就是用手稍微推一下 那还有就是你可以用笔轻轻的把它推开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餐巾纸 轻轻的把这个颜色带开 都可以 那我希望让它的这个底色留下一些这种笔触 好 另外我想上面加上少许的蓝色 白加上暗蓝 暗蓝不要多 暗蓝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色母 所以你的颜料只需要沾一点点 看起来就非常的明显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颜色有不同的变化 交接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用手推 看一下在推的时候 我们要让它是有不同的方向 好了 这样我们一个简单的背景就完成了 可是如果我想要让上面的地方 再稍微亮一点 那我就要在画花之前 我先去做一些处理 这样轻轻的 轻轻的把这个浅色加上去 像这样 这样好了以后呢 再来我就要开始去找花的位置 比如说我花的位置想要让它在这里 我想要让这边有一朵比较浅色的花 上面有一朵比较深色的花 那么我就要先打一个底色 假设我想要让这边 有一朵偏黄色的 可是又不是太黄 轻轻的加 在加色的时候记得力道要轻 我想要让外面有一些花瓣 让颜色稍微加深一点点就可以了 所以我让这外面加了一点点橘色 用阳光黄加上暖红 就是橘色 那么中间呢 我想要让它加深一点这个花心的地方 花心的地方我要加一点紫红色 加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加在这里 再来呢下面这里 我想让它再加一点点的深色 这里就是花瓣的阴影 那外面呢 外面可以一样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那我可以加一点紫红色 和一点点的绿色 为什么我要用绿色 因为我想要让这个花瓣 看起来不要太过厚 不要太厚 所以呢我就加了一点这个叶子的颜色 让它感觉好像有叶子在后面 若隐若现的那种感觉 好 再来呢外面 一样我希望让它是有花瓣的 所以我一样再把花瓣加出来 花瓣的颜色 上面这里呢 也是一样用花瓣的颜色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花形 就已经出来了 接着呢 后面这个这朵花的颜色 我想要让它带一点冷色 所以我就用暖红加紫红 好暖红加上紫红 我先把这整个花的花碗 先画出来 这是它的花碗 好花心的部分 它的颜色要再更紫一点 所以我就用更多的紫红色 下面这边也是一样是花碗 我加了一点点的深绿色 这地方我用紫红加一些深绿 那外面呢 也是一样你可以加一点深色 一样以紫红为主 在画的时候不要画一个大圆形 看起来会比较呆板 好那最外面的地方 它会有一些浅色 其实这个就是花瓣它的外围 外翻 外翻的花瓣 那么中间这里 这边也会是亮色的 所以我就再加一些些浅色 这是花碗的中间 再来呢 我要把叶子的位置给定出来 好我想要让中间这里有个花金 咖啡色怎么调呢 咖啡色是用大约两倍到三倍的红色 加上一倍的黑色 你就会得到一个咖啡色 可是如果你加到了这个中间白 它的这个咖啡色就会变得雾雾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擦笔之后 再重新调一下 好我想要让这个地方是花金 我想穿插一些绿色 就是让它看起来不要太过呆板 我让这边有个花金 那这里会有叶子 所以你就要先把它的这些叶子的感觉 它的位置稍微稍微做出来 好这边也可以有一个花苞 好 我们可以加一些这种细细的花金 让它看起来比较丰富一点 那这里还可以再有一组叶子 那这一组叶子我等一下还会再加一些底色 好 现在呢我们就再把这个叶子的底色稍微做一下 只是一个大概的位置而已 好 好那前面这里呢也是会有个叶子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先把大概 它一个大概叶子的 它的位置 它的明暗稍微做出来 可是我都还没有什么细节 那么这边呢我可以让它有一个 看起来像花瓣已经掉下来的这个感觉 好 那它会有一个 你看它会剩下这个 轻轻的这样点一下 OK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位置而已 好当我们把这个底色画好了之后呢 再来我就要开始去去想我花瓣的结构 想要是怎么样的 那我就会开始运用双边建层的方式 把它花瓣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带出来 其实这整个画完成的速度可以是很快的 因为就是如果你今天对花瓣 它的结构是了解的 那你在画的时候其实会非常的快 而且这样子的画法你得到的花是非常自然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画花 那因为刚刚我的笔已经有沾到绿色 所以我的笔要先擦干净 好 再来呢我会沾什么颜色呢 其实我会先再把这个花心的位置再加深一点 这里 我会再把花心加深 而且在加色的时候 你必须要让它看起来是个花瓣 不是画一个圆圆的感觉喔 不是就画一个很大的圆形 而是我们要做出花瓣它的层次 好 再来这边外面也是会有一些花瓣 OK 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加白色了 我用画笔沾取白色看到吗 我就沾侧边喔 然后做一下介层 这时候呢我轻轻的轻轻的 稍微把它调近一点 接下来呢我就轻轻的加一下 把白色的花瓣带出来 我现在在做的都是单边渐层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底色已经有很多变化了 所以当我现在在做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很快 这样我们就一层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花瓣它的结构做出来 这样我们就一层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花瓣它的结构做出来 让它的花瓣变宽的时候 你的笔要稍微压一下 稍微压一下 让它的花瓣它的颜色可以压宽 好 再来我的花瓣其实我可以让它向外翻 像这样向外翻 这边的花瓣也是一样可以是向外翻的 这里的花瓣不要画得太清楚 因为它是在比较后面 非常轻的话 好 这个地方的花瓣可以再更轻一点 再来这里可以有一个翻折 你可以用手稍微推一下 翻折的意思就是亮面朝外 看一下亮面朝外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下面这边我想要让它带一点点亮色 轻轻的加一下 好 接下来一样沾侧边 看一下我就沾侧边 嗯 这边我想要让它再有一个花瓣 好 漸层 现在不够白没有关系 我们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做得非常的白 好 再来这里还是要有一个花瓣 这个白的感觉我们有可能要做个两次到三次 让它够白 好 好 再来 漸层 压一下 最外面这里不要太白 所以白色粘少一点 加少许就可以了 好 好 所以等一下我还是一样会再回来再加一次白色 我们希望让这样子的双边界绳 它其实看起来是更自然一点的 好 好 这里的白这个层次再稍微分一下 好 接着呢我还可以再加强一次 你看非常非常轻 好 漸层 非常轻的带开 好 上面这里呢 这里还需要再亮一点 就是翻折的部分再让它亮一点 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其实可以再加一些花瓣 来看一下 剑层 剑层 然后亮朝外 来看一下 让亮面朝外 好 这边还可以再加一片 再加一片 让它的花瓣看起来更灵活 好 这里也可以再加一片 好 这里也可以再加一片 好 这下面加一根花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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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地方太单调的话 我还可以再加了花瓣 像这样子的双边界层的花 它看起来是非常的活的 也就是它不是像盖印章一样 每一朵长的都一样 好 如果我觉得里面的深色要再加强 那我就可以再加一些深色 这样会让它的这个花瓣看起来更加的立体 好 当你加了深色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的亮面会不见 所以我可以再加上 再加一些亮面 你也可以用手稍微推开 让它的这个间层看起来更自然一点 好 你的白色可以再稍微再加多一些 你的白色可以再稍微再加多一些 好 然后很轻哦 如果我觉得这个花瓣有点太 就是外翻的花瓣有点太大的话呢 我都还可以再做修饰哦 我可以用深色 也不是很深的颜色 也不是很深的颜色 加一些阴影 让它这个外翻的花瓣变小 然后呢 我可以这样用手稍微戴开一下 你就会发现哦 原来我不用整朵重来 其实你只需要局部去做修饰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颜色我想要让它 一样稍微戴下来一点 我不想让外翻的花瓣那么大 看一下哦 这样是不是它的这个外翻的花瓣就缩小 所以都是可以去做修饰的 你只需要局部修饰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我们画后面这一朵 一样我们要让中间的颜色深一点 如果觉得有点干的话 加一点点的吃干气 然后用手稍微戴开 轻轻的戴开哦 接着呢中间可以稍微加亮一点 接着呢中间可以稍微加亮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一样是用浅色 可是这个浅色我可以用浅的浅的粉红色 那我用白色加上白色加紫红 加暖红 白色加紫红 再加暖红 看一下我们画出这个花瓣的 花瓣的层次 做漸层 做漸层 这样做漸层 在画这个花瓣的时候 我们都尽量在两个之间 两个花瓣之间来将另外一层 它看起来才会像爬楼梯一样 然后越往外越要越浅色 所以呢 你的白色加上比较多 像这样 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切 有时候我可以先画外面的花瓣 像这样我先画外面的花瓣 不够白的话不用担心 因为等一下它还可以再加 最下面这里不要太白 你看一下我们的颜色 都可以随时去做调整 然后重点是这朵花里面 它会融合了很多很多的颜色 它的整个立体的效果 其实更棒的 而且它的整个色彩看起来 会比较接近真花 再来看外面 这也是一样是有间层亮面朝外 现在我觉得这边太空了 所以我就再加一根花瓣 这边外面也是稍微把它 让这个曲线做一点感变 好 这外面还可以再加一个花瓣 这边也都可以开下 再来你发现这边太空了 所以我就在这边再加一根花瓣 那这边的这个花 花粉有点太过鲜艳 所以我再用这个粉紫色 轻轻的点一下 好 接着我们的叶子不需要太大的笔 所以我就用 也是小号树的 这个是6号 那我侧沾黄色 我用深绿 一边是深绿一边是黄色 在画的时候呢 我让深色肠内浅色肠外 在画的时候我让深色肠内浅色肠外 那这边是拱起来的 拱起来的是亮面 所以亮面在中间 我让深色肠内浅色肠内浅色肠外 就很容易可以去分出哪边亮 哪边暗 好 这边是亮面 深色在外面 看一下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叶子它会有一些学习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 像这样把紫色加了一些绿色进去 所以让它扣起来 会比较有 后退的感觉 其实上面这边 我们也可以加一些小花包 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紫红色 紫红色 前面尖端加一点点的白 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画出一个花 设计的小花包 显色在上 接着呢 我就用绿色 然后另外一边是白色 做线层 绿色白色 然后 浅色朝外 深色朝内 浅色朝内 这样它就会有 看起来像是 比较立体的 比较立体的 这样的 像是 花托 那我觉得中间这边有点太单调了 所以我就再加成一下白色 在这个过程其实 当我要混色的时候 我就擦笔的方式 我都没有洗笔 最中间这里要加深 我一样做单滴界层 轻轻地摆一下 拆一下单滴界层 好 然后再来白色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我想要再多加些月子在这个外面 当然就可以了 好 我想要让它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所以我一样是一边绿的 一边绿色 然后一边是浅色 这个浅色我让它是白色 那如果说这个颜色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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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叶子化太大了 我就把它向内缩 接神 好 接神 好 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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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有一些叶子 这边也都是一些水洗 水洗叶 水洗叶 柔柔的就可以了 好 再来呢 下面这里 可以换大一点 如果觉得我的画笔太多粉红色 我就用洗笔液浅 沾了以后再擦 我用洗笔液浅了之后呢 再用抹布把它擦掉 再我就用绿色 那另外一边我会沾黄色加白色 看到 我其中的一色是沾松绿色 你看 这样 这样压一下 这个作品 其实它 就是你可以学习到 有一点点这种 是类似的概念 当然你也会学到 剑侧的感觉 双边剑侧 好 在这里 后面可以让它颜色稍微暗沉一点 就不会像得太过 太过切面 这样 这些页这里 其实还可以再用卸层 来搭皮卸层 只有一边沾色 一边沾红 轻轻地这样染下 让你的月子的颜色 做一点点变化 好 最后呢 我们画一下 它的 这个花青上面的刺 词 再来我们做一些装饰性的线条 Scoace 做一些装饰性的线条 这边就是一些好像有比较远方的树枝 要柔和一点哦 想进位置的颜色之效非常柔和 这样淡淡的 这样我们一个赛事结合随性花卉 试对试的气塔跟双边线层的感觉 你可以得到在这一朵花里面 你可以得到你颜色的变化 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单色 它不会是比较单纯的 就是花的颜色跟白色 其实这样看起来可能是更灵活的 那整个好的之后 其实如果你想要再加强都可以 比如说这边我想要让它再稍微白一点 或者是我想要让这边的花瓣稍微带进来 也是都可以的 像这样花瓣开进来 这样看起来的变化会更多 好这边这个花瓣 我想要让它再白一点 一样我用剑绳的方式 就是我沾色只有沾单边 下面的地方其实因为它是试对试 所以你可以用手轻轻的贴一下 这边的花瓣我想再加强 这边都可以再加强的 然后也都是一样 这边是运用剑层 好用手轻轻的贴一下 好再用剑层再加强 加强这个白 好你看哦 这边看起来是平行的 不喜欢 所以我就去掉 这边最佳一个花瓣 你看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破坏掉它的规则性 我觉得这边还可以再加一下花瓣 我觉得这边还可以加一下花瓣 我想要加一些蓝色的小花 所以我就用蓝色暗蓝加白 然后轻轻轻的 你看我可以用这样轻开的方式 用轻开的方式再加一些小花 也不要太多 也不要太多 像这样轻开 然后用手稍微点一下融化 这边也是 下面这边不必让它太多 所以而且也不要太鲜艳 所以用蓝色加一些绿色 这边也可以用 这边也可以用 你可以用手轻轻的把它点开 然后不要太整齐 然后不要太整齐 所以你看我在点的时候 我会尽量避免 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横线 轻轻地加热性的一点点 不要太整齐 所以你的画笔 必须要有一点这样 不要太多 可以加一些亮面白色的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这样就已经非常丰富 让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已经非常丰富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画法 其实我今天画的这个画呢 他可以看到花的感觉 那跟之前我画的那种随性又有点不一样 那这个是可以看得到比较明确的花瓣 所以对于一些希望可以看套比较明确画瓣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试试看这种画法 其实我相信你们可以从中一定会得到乐趣 那记得在画的时候放轻松 就是你越紧绷 你越画的不好 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去画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希望大家可以画得非常愉快 那如果你们在画的过程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会给大家一些回复 那希望我们下次很快的就可以再见面 拜拜 拜拜